哈嘞,YouTube,我是柯里斯汀 之前我们介绍过日本江户前三大神之一的 寿司之神,小野二郎 今天要介绍第二位 天妇罗之神,早已女则哉 故事也是同样精彩 让我们走入天妇罗酥脆的世界吧 天妇罗,握寿司,荞麦面,烤鰻鱼 并称江户前四大美食 天妇罗源自于葡萄牙文 Temporal是烹调的意思 汉字天代表外来食物 副包裹食材的面衣 罗则是薄薄一层的意思 把食物用面衣薄薄裹上油炸 就是天妇罗最基本的意思 天妇罗是一门精深的学问 从街边小吃到动辄上万元的高级板前都有 而天妇罗之神就是把天妇罗这门技术 提升到艺术层面的大事 1961年年仅15岁出生自滕刚的早饮女折栽 家里缺钱所以中学念完就被父亲逼到东京打工 因为从小怀抱着做寿司的梦想 一心只希望能够进到知名的寿司店工作 而且他听说变成一流的寿司师傅 一个月薪水可以有两万元日币 在去到寿司餐厅面试之前 朋友带他到了当时非常有名的天妇罗餐厅天妆吃饭 他边吃边问师傅 你们一个月赚多少钱啊 师傅想一想回答 三万元左右吧 听到这个数字他很惊讶的 比寿司师傅还多吗 师傅回答 是吧 不然你就来学天妇罗吧 要不要 在金钱的诱惑之下 早已拟责栽就这样栽入了天妇罗的世界 进到天窗工作之后 因为天妇不错 慧根很强 一般的学徒需要拼到大约快30岁 才能在客人面前供餐 但他年仅17岁 师傅就让他站台出餐 他这一站 就是超过50多年 2009年 他开创了他人生巅峰的作品 美川是山居 也获得了米其林一行认证 美川是山居的建造逻辑 围绕着一尺五寸 一尺五寸大约是40公分 不论是厨师与客人 或者客人与客人之间 能相隔一尺五寸 就是在餐厅中最好的距离 空间上没有多余的浪费 也不会让人感觉到拥挤 早已女哲哉表示 一尺五寸的概念 包括找到四季中最适合的食材 也同样是追求最完美的油炸 时间与温度 有时只是弹指一瞬 厨师的工作就是把最刚刚好的 时刻抓稳 带到你面前 到美川是山居用餐 会先被邀请去三楼充满 艺术品的房间休息 用餐时间到了以后 才会被请入座 除了享用当季的海鲜之外 中间可以选择自己想吃的野菜 最后会问 想吃茶泡饭还是天妇罗凍饭 几乎所有的食材都会有两份 一份沾盐 一份沾传统的天妇罗酱汁 早已女哲哉相信 厉害的天妇罗师傅 会精通食物背后的科学原理 若师傅会有品质落差的问题 就是因为没有完全理解背后的食品科学 因此他在40多年前 就发表了一篇天妇罗论文 强调油温达到200度 食物当中的水分会快速拖出 达到爽脆 20年前发表了 在油锅之内 食物不只是脱水作用 而是蒸煮与烧烤同时进行 因为面衣含有水分 上浆之后放进油锅 面衣的水分会产生蒸汽 面粉则会烧红 做成干脆而不腻 他也分析出 人的舌头在吃45度的食物时最敏感 因此在炸虾时 把食物温度控制在45到47度 所能感受到的甜味是最明显的 差一点点就会让味道消失 美川市山居经典招牌菜是炸心蛮 早已女哲哉说过 心蛮的味道比较重 容易有腥味 所以需要经过两分钟以上的时间 把水分充分炸干 才能享受鲜香的口感 出锅的时候用铁块把心蛮一分为二 非常令人享受 要有被称为神的入场资格 铁一般的工作几率是基本 早已女哲哉即使是70多岁高龄 每天仍然工作10个小时 炸了超过4000万份天妇罗 60年来没有请过一天假 即使是父亲去世 上午完成出病 晚上就赶回去工作了 因为怕与客人失约 早已女哲哉与寿司之神小野二郎 可以说是惺惺相惜的望年之交 小野二郎大早已女哲哉大约20岁 但两个人对于料理的热情 与一丝不苟是一样的 每逢周三公休 早已女哲哉一定会到树鸡屋乔次郎用餐 那里也会永远替他保留座位 早已女哲哉已经吃了超过7000次 寿司之神的寿司 花费超过1.6亿日元 小野二郎也是美川士山居的常客 以前一个月平均也会去吃两次 每次都会带店里的人一起去抢用 其实这种一生玄命的职人生活很单纯 媒体采访早已女哲哉 下一步计划是什么时 永远都是表示想做出更好吃的天妇罗 就这样从15岁的学徒 一路做到年近80 做到听声音判断熟度 看窗户天空判断余惑 用面衣探测油温 这些旁人难以理解的记忆 在他的手中就像是在平凡不过的事情 总想着怎样可以更好 怎样可以让天妇罗更加美味 我是克里斯林 以上就是这一次 针对天妇罗之神小语女哲哉的介绍 各位还想看到我介绍哪一位日本之人 欢迎你在下面留言 那我们喜欢影片的话 也请按赞分享跟订阅频道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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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